本来美国没有放在眼里 可是寒冰大陆很在乎 也积极的要跟他们共同来合作 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就是要共谋发展 现在我们看到之前有个诺鲁 转而跟中国大陆建交 那还有个土瓦鲁吗 因为根据最新的外电报导就说 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誼 有可能产生变化了 因为大陆有可能可以再次提出 人工岛计划去拉拢土瓦鲁这个国家 所以呢那现在还有两个 南太平洋的邦交国 分别是帛琉跟马绍尔 都是气候难民国家 是不是越来越往下沉 要被海洋淹没了 因此现在接下来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如果有这样的能力实力 那可能连这两个国家 都真的有可能转而 向中国大陆寻求合作协助吗 其实不止马绍尔 帛琉 土瓦鲁 为什么马尔蒂夫 第一个就跑去找中国 马尔蒂夫也是这一类的国家 它全国最高的地方不到 比海平面高不到一公尺 所以如果真的海平面上升一公尺 就整个灭国 就不见了 帛琉他们也都差不了多少 因为这些都山胡椒国家 那比海平面就高一点点而已 所以只要稍微高一点 他们就完蛋 那要怎么去解决他们困境 以前马尔蒂夫曾经 因为那时候马尔蒂夫经济状态还不错 曾经想说是不是跟人家买一块地 那问题是谁要买 那现在对这些国家来讲 比较有可能协助他们 当然就是激健狂磨中国大陆 可以帮他们做一些用人造的设施 看是不是能够挡住这些潮水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怎么样 让他们幸免于难 那这是对人家来讲 是一个危急存亡的问题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你看这个画面上这个船 这个是什么天坤号造岛神器 事实上他这个重型刺航脚溪是挖泥船 所以填岛可以靠他 那世界上就是有这一类型的基建能力的国家 真的是寥寥可数 中国大陆就是其中最强的 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一直在跟国外发出求救讯号 特别是对美国 可是美国就像刚刚亮哥讲的 美国没有这一方面的能力 想帮也无从帮起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 生死存亡的问题 那再加上 我说真的 这些国家当初会跟我们好 也不是因为喜欢台湾 也不是因为真的知道地球上 有个地方叫台湾 纯粹就是美国在中间引导 美国一直希望这些国家 跟我们维持邦交 然后能够凸显台湾的存在感 那现在这些国家 为什么慢慢一个一个去 当然中国大陆的崛起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美国的力量正在减弱 美国不断的在威力在衰减之后 这些国家认为说 我现在好像跟着你美国 不如去跟其他国家 可能对我国家发展会比较好 而且事实上美国本来近期 它是积极的拉拢南太平洋岛国 从去年甚至在去年 一直在开这个会议 还把他们请到华府去 结果换来什么 他们说你要你答应给我的援助呢 资金呢在哪里呢 还没到位啊 因为你看刚布林肯去尼日 刚亮哥讲的 才带1亿多美金 尼日多大一个国家 土阿鲁才这么小一丁点 中国大陆准备弄4亿 你说这个投资的差距是多大 那个上百倍的差距啊 尼日的人口2500万 是啊 土阿鲁才几个人 一万多 对啊 所以你说光是这两个国家一比的话 是不是尼日的人都要垂心肝 我到底跟你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嘛 那我们其实应该很严肃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像吴钊燮现在又这个态度说 我才刚跟他们总统讲过 我们两个邦誼永固这对外界谣言 又来这一套 问题是你每一次这样说完之后 接下来人家就断交了 然后你又被人家偷袭 你又震怒 你又说这一家忘恩负义什么什么 那讲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就老老实实面对现况 看我们到底能不能补救 如果不能补救 至少让大家有个心理预备嘛 不过我看我们已经被 整个民进党训练的 大家都对这种事情完全无感 因为反正已经断了10个嘛 再多断一个 其实10跟10亿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讲没什么差 真的 那你看 那像现在图瓦鲁 是不是真的可能要转而跟 这个中国大陆来建交 就谢大使的这个经验 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嘛 他大陆就是有实力 你要什么我可以协助 你要的我可以给你 那我就在我的能力范围提供 那现在刚刚我们就谈到了 人工造岛的计划 确实是一个蛮大的诱因 不过如果照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一句话啦 是不是真的诺鲁之后 连图瓦鲁也不保 这就看图瓦鲁要不要拿下来 对 就是说大陆要不要拿下来的问题 这就是筹码要下多少柱的问题 那你的意思是说 就看大陆要不要 美国可能就算他希望积极拉拢 也办不到 美国那你要拿 你也要下柱 你看你愿意下多少柱 你总不能挡图瓦罗的财路 对不对 图瓦罗发展的机会 你如果提供更好的话 要不然你就耍流氓 你对这些国家 你怎么耍流氓呢 对不对 人家说我是主权独立国家 你美国能够公开耍流氓吗 不行啊 那就是说那你要挡图瓦罗财路的话 那你为什么挡 对不对 那你挡的话 那你是不是能够提供我补偿 对这是美国要出手的这个原因 那这里面其实图瓦罗跟这个 奥牛的关系都非常的深 对 澳洲附近有一个叫库克 库克群岛 库克群岛 那个是等于是澳洲在指导 纽西兰在指导它的外交 离图瓦罗最近 所以图瓦罗有大部分人口 都住在纽西兰 纽西兰 住在纽西兰很多 当然他这跟外交 在外交上跟澳洲关系也很深 那以这个诺鲁的例子来讲的话 澳洲不是讲了吗 对 他说诺鲁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 他有先知会澳洲 澳洲觉得他跟诺鲁关系有改善 因为为什么以前 这个索罗门群岛跟大陆签这个 准军事协定的时候 都没有通知澳洲 那诺鲁要跟台湾断交 有通知澳洲 所以澳洲说 这是他们关系的一大进步 对啊 不过事实上的话我觉得 当然澳洲它可以去影响 可是它也没有办法主导 那这个还是图瓦罗有 他自己的国家利益 主权国家嘛 主权独立国家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现在图瓦罗的问题就是一个 怎么讲呢 又是一个 你能不能拿出 对他国家很有吸引力的方案 这些都是经济 还有建设的这些方案 那比如说帮他造岛 这就对他很有吸引力 因为图瓦罗是很怕整个国家 被上升的海滨面全部消失的 他有些岛已经消失了 这些国家不是一个岛 都是几十个上百个岛的 他有些岛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 对他这个国家能不能存在 是很在意的 所以这个造岛的这个能力很重要 你知道以前我们跟东家 为什么断交你知道 那个东家国王突然有一天说 他想登陆月球 他想搞航太 他也要搞月球计划 他想搞航太计划 想发射人造卫星 所以台湾没办法就跟大陆 就这么简单 这个之前就一直在传 一直在传 可是现在连美国媒体 都这样报导的话 是不是真的大陆的外长有谱了 好你看美国的媒体 《华尔街日报》这个标题下的是什么呢 猎狐干将刘建超可能 获任中国外交部长 特别提到他说是引述 华府官员消息的报导 那么已经被中方告知 将是刘建超接中国外长一职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三月份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了 那么里面呢也特别介绍了他 包括他在中国外交体系是很罕见的 那么主要是做政党外交 但是过去跟美国打交道并不多 但是他有什么他有打贪 打贪的这个经验 被视为没有战狼位的外交官 哎 美国媒体都这样报导了 那刘建超呢 其实之前我们还记得嘛 他才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过面啊 然后今天也看到了是在24号 他也会见了印度的驻华大使 刘建超也特别说 中国14亿人要跟印度14亿人 多多的交流对话 我就请教赖老师 所以这样看起来真的是有眉目了 新任的外长江氏刘建超吗 我觉得机率很大了 因为这段时间的比较不寻常 因为除了您刚刚所提到的 跟印度的驻华大使见面以外 还有跟日本新刀任的驻华大使也见面 这当然就不寻常了 因为这个绝对不是政党外交 日本他们刚刚换的大使 那这位大使上来的时候 日本的大使希望说 他能够有效的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他说即使能够往前走一小步 都是民族正贵 那这位新刀任的日本的驻华大使 接见的是刘建超 那这个就当然不同寻常嘛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刘建超他是负责党的外交 对 那现在已经是正式的 跟这些驻华的使节 有会面的话 我想这个讯息已经越来越明确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刘建超接的几率已经是很大 因为王毅的工作实在是太重了 那他可以安心交棒了 王毅他可以更用更多的心力用在国家安全 因为我们都知道外事办主任 他在国家安全这个部分 承担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国家安全是一定是大前提 然后外交国防 那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道理 所以王毅本身真的是负担实在是太重 那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而且是对于中共中央的外事办 也很有经验的 因为他当过外事办副主任 刘建超当过外事办副主任 那么很有经验的 这样一个相互配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顺理成章的事情 应该是就是他了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 是啊 而且还蛮特别的 就是负责追捕中国 过去逃亡海外的 贪腐的官员 那是他的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之前 也就是说因为 中国大陆有很多贪腐人员 那么跑到海外去 跑到海外去 这个就牵涉到外交的问题 牵涉到国际法的问题 牵涉到国际事务的问题 那这么复杂的事情 你要去追捕这件回来的话 一定要由通小外交的人员来做 那又有打贪的经验了 那当然刘建超在这个部分里面 扮演当然是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成效很好 因为中国大陆的猎狐 很多人都被抓回来了 有很多人已经在海外受不了了 自己回来投案 我觉得这个都是还给 中国大陆私系人民一个公道 因为这些贪腐的官员 你怎么能够让他在美国逍遥呢 或是在欧洲其他国家逍遥 当然要把他们逮捕归案 一边是中诺复交 所以赖清德他要巩固邦交的话 因为他接下来是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你的巩固邦交是用说的 但是这边是用做的 直接用行动来展现 所以我们看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不也发推文吗 告诉你183对上12 182加1等于183 但是这边台湾13-1等于12 然后并且他用英文写着 这是世界人心所向 这是历史大势所趋 翻译过来告诉大家 这是历史大势所趋 因为中国如果没有拙起的话 就形成不了什么大势 对不对 那现在中国在世界上 已经在居第二位的人 联合国又是常任理事国 他的势力很大 所以他对台湾 他就是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 他让你孤立 从大国断交到中国断交 现在连小国也要给你搞断交 因为小国很容易操控 以前我们外交的困境 不是现在很早前就有了 可是我们的手段很多 早年我们对非洲农集团的输出 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 做些基建再送一些钱 到后来农根队也没有了 农根队也没有了 基建工程也没有了 只有送钱 送钱就是收买政客 这种关系就比较脆弱 因为你可以用钱买 中国大陆比你钱更多 对不对 何况中国大陆还有什么商贸 中国大陆的产品 产业链 生产线 什么都可以拿来做 收买外交的工具 所以台湾现在面临的局势是很困难 所以美国虽然是出手帮忙 但是美国的势力也减少了 尤其像这些中南海 南海这些小国家 他常年忽视人家 南太平洋倒国 南太平洋倒国 又不派大使 又给的银子很少 上次给个警衣还要十几个国家来分 人家说在干嘛呀 所以这个问题 赖清德的确是面临困境 他为什么要打肃性电话呢 520就职至少有一个总统来 来逐贺一下 撑起一个面子问题 但是我呼吁全国老百姓 大家要很冷静看这个事 这个叫大势所趋 因为你现在台湾能用的办法 就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这个逐渐断交降到10以下 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外卫部自己也很清楚 哪几个快要断交的国家 对 所以上一次 马云九当前说 我们陪马云九到尼加拉瓜 那个总统就很无赖 开口要这个 开口要那个 还要捷运 是吧 就是看你给了多少 所以我们也不接受这种 无尽无止的勒索了 那问题就是要自己自立自强 心里要有准备 好 袁老师 所以那你怎么看 赖清德这个520 现在就是什么都限缩了嘛 外交空间也变小了 未来两岸之间经贸空间 也是更小了 所以难道说 现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 这个520 不但是史上最冷清 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冷清 甚至连外交都要面临清零的命运 我自己在这个 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刚好我们跟对岸有些互动 那时候互动比较多一点 那我最记得他们智库的负责人 还跟我们讲 他说你们的邦交国 每天他跟我们联络 他说我们都只好对不起 我们现在搞外交修兵 暂时都没有 他说排队的一堆 就表示说 事实上我们的邦交国 有些真的是很想跟对岸建交的 那所以你看蔡英文一上来 就霹里巴拉就开始了 那我觉得现在赖清德上来 这个趋势可能很难逆转 而且我们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2007年 我们跟圣路西亚建交之后 到现在为止 就是没有新的邦交国了 就是我们等于是 没有新的建交国家 就是只有断 等于是过去17 16 17年当中 只有断 没有新的 以前还有一阵子 阿扁时代 断了三个 又拿回一个 这样子 还有一点有进有出 有增有减 现在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就是怎么样做 好像都没有 连我们现在连设一些代表处 都会有困难 这个是大家必须面对的 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如果邦交国没有 那我们总统就职 如果没有人来 那如何彰显 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就是要有邦交国来 放两边的国旗 然后好像还奏乐 这个感觉上 你有我们英文叫trapping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上 是主权国家的模式 你都没有 就只能像譬如说 以后连过境美国都很难过了 没得过嘛 只能 没有办法正式访问 也没办法过境 那我都不晓得 我们就被困在台湾 然后也没有国家 帮我们去提名 就是提案 加入国际组织也没有 所以我们要预备思考的是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大陆你看王毅 才去过这个非洲 跟这个拉丁美洲 回来就赶快跟洛鲁建交 这个负责这个建交这个事情 马上现在又去跟舒立文 在泰国见面 他们很忙 我觉得我们外交部 真的是好像变成 有点走 变成陆委会话 就是说变成像陆委会一样 没事做 海基会没事做一样 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